看看新闻网 对 所以就可以多看一点 我们打的时候可以多看一点 我们的脸 因为通常我们尽量的不会用机身的 身上会有家爱情戏吗 黄秋生一定没有 不会不可能 他骗我 他说有了 我才来 真的没有吗 有了 够了 有了 够了 而事实上黄秋生的舞系 在续集中成倍增加 在第一集中 几乎没有黄秋生亲自出手的桥段 但这次探班当天 就是一场黄秋生和冷血死掐的戏 简单的一场戏 陈家上连续拍摄了好几次 他本来这戏里头就是一个高手 然后只是一集没动手 果然黄秋生这一次下手就文准狠 一手掐住对方的脖子 一手反抓对方的手腕 眼神凌厉冷峻 冷峻 只是这厚厚的戏服的确让人吃不香 一条刚过 助理赶快为黄秋生擦喊降温 接受采访时 黄秋生忍不住故意抱怨起来 导演说我第一步比较懒 给我的钱太多不值 现在这一步打得很辛苦 每天都在打 我的片脚比第一步低 真吗 你们两位呢 我非常满意 我没变过 作为搞笑的是 大群访中黄秋生趁人不备 偷偷溜到后方 找了一台小风扇 恨不得把风扇 直接搁进衣服里 后面的漂亮妹妹的 平日买位打 打完之后就觉得特别连快 没过一会儿 黄秋生又不知道从哪儿 翻出来一把扇子 躲在后面自顾自拼命闪风 其实当天最辛苦的 是追风正中机 他需要拍摄一边旋转 一边飞出去的连续镜头 现场工作人员 反复测试钢瓷的位置和力度 绑上特制护腰后 钢瓷从衣服内穿出 外面再一一系上腰带 但正中机第一次实拍 刚刚飞出去 导演就喊了停 一 二 三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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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中机在墓碑群中的落点 各工种配合的力道都十分重要 很难一下达到理想效果 拉 收点 会不会紧张 看你飞来飞去好多遍了 不会的 因为从第一天开始就一直在飞了 这刚是抠得疼吗 还好 如果歪掉就会 感觉你飞到那的时候 就整个人表情都变了 因为如果不停就完蛋了 虽说落点淋漓的墓碑 由木头制作 但仍有一定的危险性 谁也没想到 正中机突然就狠撞上了其中一块 从正中机的表情来看 这一次撞得不轻 工作人员赶紧上前查探究竟 并扶着他往外走了两步 正中机右手捂住腰 走路有些蹒跚 正中机坐起来休息同时补充水分 但没过五分钟他再次起身就位 准备继续挑战空中飞人 这一次拍摄又撞了墓碑 难为正中机拿出苦中作乐的精神 竟和大家开启玩笑 前前后后数十次反复 正中机这一个镜头的拍摄终于完成 可以轻松卸除身上的重负 在轻松的笑声中身穿灿烂花裙的正中机 惬意地站在大风扇前享受辛苦之后最美妙的时光 新一路在线浙江报道